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龐德開獎 今天還是一樣維持在我的房間裡的setup 來跟各位做一個直播的動作 這一週其實也蠻戲劇化的 就在我的臉書上有一些文章造成很大的迴響 其實在回憶起我的臉書今年時間也不長 就這一年多的時間 剛開始的時候也慢慢的人數慢慢增加 嗨嗨嗨,哈囉,大家都來了 現在好不容易累積到六萬五千多個讚 其實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其實主要是我也幾乎沒有花過錢去投這個臉書的廣告 某一些文章,可能因為政策上的關係 有些文章我可能會有一些投入一些金額去推廣 但是我的臉書的粉絲團 倒是從來沒有都丟過這個錢來做這個廣告 所以能夠扎扎實實的累積到六萬五千多個讚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夠如果說也蠻喜歡我講的東西的話 多替我分享 希望能夠戰術慢慢累積 因為這種是累進的 你貝斯越大 那往外 spread out的速度就會越快 謝謝 哇,很多人 我很曉得大家可能會問這個事情 晚上好晚上好 就是呢 這禮拜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我PO了一個 納智捷 V7 這個福祉車 其實當然這個車子也許大家不見得真的 原先是感興趣的 但是呢 我那天去納智捷總部 去拉車的時候 還赫然發現那個車還滿有意思的 就是呢 它可以用一個滑板 車內的滑板 大概可以支撐三百公斤 然後呢 你這個輪椅 還可以透過那個類似的那種 吉普車有沒有 前面有那種腳盤 可以拉 類似那種東西 然後拉拉拉拉拖拖拖 把這個輪椅拖上去 那其實這個 我知道 我那個女兒 其實我比較 因為大家總是 我想大家做父母都是一樣 對自己的女兒總是保護比較多 所以我一直不太讓她呢 這個在媒體上曝光 那因為這個我覺得實在太有梗了 所以之前都只讓大尾曝光 那這一次呢 這個V7 還特別找我女兒來跟我一起 摩尼啊 龐德以後 年紀大了之後呢 要坐輪椅的時候 哇 怎麼樣透過那個滑板 還有那個拖拉的機構 咚咚咚咚咚咚咚 把人給拖上去 這其實滿有趣的 我相信啦 如果說您是家裡有這個長者 需要用這個東西的話 或是說你正在 這個苦於照顧長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梗 是我在那影片裡面很重要的齁 就是說呢 今天老人家總有生老病死 這大家都跑不掉 老了之後呢 你可能需要年輕人照顧 那老人家又疼惜年輕人 又很怕說呢 造成年輕人的負擔 那年輕人呢 又希望照顧父母親 但是又工作很勞累 所以呢 如果說現在透過一些科技的輔助 讓年輕人呢 去照顧老年人的時候負擔少一些 那老年人也發現說呢 我讓年輕人負擔沒那麼重的時候呢 就能夠得到一個雙贏嘛 就能夠年輕人跟老人家呢 常常能夠彼此互助 然後一起能夠出門 帶我書去曬太陽 我不是講有一段有沒有 我跟我女兒講說 哎呀 那個大尾啊 都沒有回來看我啊 就是模擬以後 模擬 然後呢怎麼辦 大尾扛得動我 女兒扛不動我啊 但是呢 有這一個像V7的這一個滑板 而且那是因為他內建了這個東西 所以他才能夠用扶子車的這個概念呢 去得到一個貨物稅的減免 車價壓縮在一個相對比較低的水平 然後呢 能夠有這麼好的功能 所以我特別呢 呃 寶女兒在這個V7呢 這個介紹的影片裡面 過兩天會有完整的影片上傳了 就是來模擬旁的老年 帶我出去曬太陽 這個梗 那這個呢 還是也這個 蠻多人這個感到感興趣的 好 再來 好很多人一直在講 哎呀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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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第一個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我常常也在 不管廣播節目或開獎 或者是 齁 在上電視的時候 節目裡面我都會講說 今天龐德 我常開什麼車 或我自己喜歡什麼車 那其實也不代表說 我常常會推薦 呃 我身邊人 或推薦 我們的媒體朋友粉絲們 大家呢 去買 我喜歡的車 那不見得 當然不見得 就像很多人這個 在這一次呢 我這一篇所謂的雙M M型 就是M3 M5這兩台呢 同時入庫 啊 這個模型車 這篇文章說實在 就是在我的粉絲 粉絲團裡面 開張這兩年呢 呃 也是創 目前為止啦 最高的單一文章的最高讚數 到剛剛我看了開播前 看了一下大概是五千七百多個讚 以我的粉絲團來講 這個是目前最高的一個讚數 那其實這個我也覺得很有意思啦 為什麼該一開始要先講說 今天龐德我喜歡開的車 我不見得會建議大家跟著我去買 但是呢 當然每次我PO我買什麼車的時候 似乎大家都非常的 呃 反應很激烈啦 因為呢我回想 我剛才還特別跟大偉 問了一下 問了一下 說欸 你記不記得把他上次啊 在臉書裡面也PO了一個文章 然後呢 哇這個也是讚數很高 忘記多少 2600還多少 這對我的粉絲團來講 都算很高的 就是呢 我上次那篇文章是講說呢 啊 如果呢 我開 160M5 我太太開 192M3 那一人一部的話呢 兩部末代M3 都在我家裡 那真是一個美好的事情啊 就是說 小孩問爸爸 爸啊 如果你現在要買車 你會買哪兩台車 我當時這麼回應 我就把這一段的對話 寫成一篇文章 然後下載了一個 160M5 跟192M3 的照片 好像1910M3吧 四門的 我記得應該是 兩台都四門的 PO上來 然後很簡單的對話 大偉問爸爸說 你要怎麼買車 然後我說我 我買160M5 媽媽開1910M3 那我就覺得非常開心了 哇 結果那篇文章 也是造成熱烈的回應 結果呢 今年的過年後 大家就看到了 我買了這一個 160M5 那我之前那一部 139M5其實開了非常非常久 開了大概有十多年 大偉出生沒幾年的時候呢 我就換了那部車 那是一個六速手排 5000CC 400匹馬力的 139M5 那當時 我記得在換車之前的時候呢 我也PO了一張文章 拍我的膝蓋嘛 就是說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這個膝蓋 踩的還是有點難過啊 所以呢 139M5呢 就想要換 換什麼呢 我就離不開這種大排氣 那樣的NA引擎的魅力 就想說 那就指向 160M5 對不對 然後呢 又想說 如果太太開個E90M3的話 兩個都是 多好多好 那當時 過年後的時候 就先買了 160M5 那買了之後呢 又覺得這個 SMG啊 SMG的意思就是說 它自動 手排系統 你不用踩離合器 欸 就省了 我旁邊跟妳講了 我年紀大了嘛 膝蓋不要踩離合器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只要踩油門跟刹車 然後呢 打擋 包括我們手排車的 打一擋 踩離合器 放離合器 然後呢 油門跟離合器同時放 這都是我們以前開手排的時候 常在練習的東西 這個動作呢 都是油壓缸 跟電腦幫妳做完了 你只要 打度低之後 就是踩油門 然後呢 他就自己替妳踩離合器 自己幫妳打檔 然後呢 自己幫妳放離合器 然後車走 然後要換檔的時候 一檔 一檔換二檔的時候呢 怎麼樣 你油門還是踩的不放喔 然後呢 他時速到了 他知道 他判定你應該是要換檔了 他就自己 你油門還是踩的沒動嘛 他自己呢 縮線了油門 然後呢 踩下離合器 然後呢 一檔 退到空檔 空檔退到二檔 之後呢 我要強調 我油門還是維持原地不動喔 然後呢 放開離合器 進入二檔 這些動作呢 都是他在電腦控制油壓缸做完的 但是我們Driver呢 我們還是油門踩著嘛 所以你可以想像喔 在開這種單離合器 自動手排變速箱的車子的時候 然後呢 只要進入一步 之後呢 它進入一步 再進入一步 那種單離合器的自動手排變速箱 我們回來了嗎?還沒有描述 OK 好 來,這個 還是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沒關係,我就盡力處理 我剛才講 所以開這一個單離合器的自動手排變速箱的時候 還是會感到我不習慣 因為我油門踩的嘛 油門踩的 然後呢,他側出來自己 然後呢,自己在做換檔 然後再結合 所以呢,當他這個自動手排單離合器的時候 你加速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很不順暢的感覺啦 所以當時我不在講嗎? 哎呀,開一開覺得這個車呢 還是很難天天當代步車啦 而且油耗很重嘛 所以呢,又買了一台530 想說,530平常開 然後呢,週末的時候呢 就開開M5 當時的idea就是這樣子 好,那想就這樣 一買兩台車已經很過分了嘛 對不對? 這個臉書上很多人在講說 哇,龐德尼 算一算那麼多台車 那麼多台車最近要繳多少錢 已經很多台車了 但是呢,就是最近呢 大家也常看我臉書上就知道說 龐德尼有時候會去一些 這個山路跟一些好朋友啊 去這個溜車啊,車聚啊 那麼,就開了一個朋友的車 它就是192M3的 就是192M3的 那麼一開之後坦白說 那個192M3呢 4000cc V8NA 420匹馬力 其實呢 它的動力比我的M5還是弱了一些 但是 離合器 雙離合器 叫MDCT啊 DCT就是Double Clutch Transmission 那前面就M嘛 就M M的這個雙離合器 自動變速箱 哇,那個順暢度啊 實在是不得了 非常非常的順 那就跟大家熟悉的這個 福斯的這個DSG 是類似的一個系統 我剛才講說 SNG會比較不順 就是因為 你必須一定要 電腦幫你踩下離合器 然後呢 退檔 退到N檔 再從N檔進到下一檔之後呢 再放離合器 有時間差嘛 你再快 還是必須 退出檔位 踩離合器 進入檔位 放離合器 還是有時間差嘛 所以雙離合器出來之後呢 那是一個很聰明的idea 就是 同軸 同軸裡面有雙心 一心控制 一心是一個離合器 然後兩個離合器片 單數呢 就其中一片 雙數就另外一片 當你進入一檔的時候 一檔再開的時候 二檔已經入好檔 準備在那裡了 所以一檔要退出來 二檔同時進去 所以就沒有那個時間落差 就非常非常的順 那當然大家知道龐德 這個 我要強調喔 那是個人偏好 我對這個BMW車 有一些習慣性 有一些個人偏好 所以一開到那個 我朋友那個 192 M3之後 那一個 MDCT 就 M Double Clutch Transmission 哇 馬上就 中毒了 所以我說 非常非常的毒 那這邊也跟各位報告一個小八卦了 為什麼我對M3呢 那麼的難以釋懷 因為其實我這個出社會的時候 我在核泰總公司上過班 然後在TVBS也上過班 做過記者 然後呢 就晚上兼差 在我姐姐學位老師的補習班裡面兼課 然後後來也越兼越多 在其他補習班也有一些課 那麼兼課之後呢 當然 當時大概 28、9歲吧 手上就有了一些現金 那麼就 年輕力盛 手上有一點錢 就很衝動的買了一台 B&W的這個 US M3 美歸M3 那是E36的 240匹馬力 然後自然進氣六缸 3000cc 武術傳統自排變速箱 那麼當然就是N底盤嘛 然後就開 就 對不對 把妹嘛 M3嘛 很開心 那後面有一段 就跟我現在為什麼會從事氣秀業是有關 那一段我就先省略了 然後就開了那個M3 開開開開開 那買了那個M3之後 當時我住的房子 我還跟我爸媽住嘛 我們家沒有地方讓我停車 那那個M3呢 我到處 找車位 很痛苦 找不到車位 這裡 這裡問 然後短暫住一下 那裡問短暫住一下 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一次 這個 帶個女生到九份啦 開M3再去九份約會嘛 哇 因為車要停太遠了 我講說 哎唷 還要停那麼遠 我們不要逛好了 我們還是去別的地方 喔那女生很生氣 哇 到底逛街之後還車重要 我說 車重要 哈哈 都要找我扶頭瘋狂了 好然後在那個當兒那個時候呢 我認識了 我現在的太太 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太太 那麼 她當然認識嘛 那她也是當然有做我的M3什麼什麼的 那麼她也了解到我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她當時也剛好自己要買一個套房什麼什麼的 那她也就非常 也算幫我忙啦 她想說反正她要買一個小套房 然後我現在她知道我有停車的痛苦嘛 那她就買那個房子然後下面有附一個車位 那那個車位呢她就說那我就去停 讓我停 那我去停 那當然啦 浪漫愛情故事呢就是這麼開始的 那麼因為這個 她就住那個她的房子嘛 然後她那個地方樓下有停車位 就很順理成章的讓我的車 我的M3停在她家的樓下的停車場就對了 那麼我當然就會常常去看我的車跟看她嘛 所以我們就這樣 也不能說完全是因為那台車啦 當然她很棒啦 所以我現在要跟她在意她是我老婆嘛 那麼就也因為這一個M3的這個 建立起這個姻緣啊 然後我常常去去她那邊 常常去看那車停那邊 就跟她就感情越來越濃厚 後來她成為我太太 那當然呢 也因為我們決定要結婚的時候也很糗 手上也沒錢 手上也沒錢 然後呢 因為要結婚沒錢 也把那個M3給賣了 那M3賣了錢呢 來當作我們的結婚基金啦 所以你看 所以我對M3其實腦海裡 一直有個M3在那邊轉轉轉 一直在那邊轉轉轉 所以我再回到我剛才講的 那中間我當然都沒有開M3了嘛 就開13有M5等等等等的 好 所以呢 我就那個 四螺朋友那一台 192M3之後 喔 禮合器實在 太讚了 太讚了 就很想買一台 就很想買一台 那買了之後呢 當然我動作也是很快啦 當然 呃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我自己是最會看車的 我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我看的車一定面面俱到 所以呢 在我接下來講我剛才講V7嘛 然後呢 第二篇文章也是很受到大家歡迎的 好像兩三千個讚 就是呢 我就PO了兩台 192M3 對不對 一台白的 一台銀的 那我裡面也寫的 其實大家要 但我希望大家如果看我的文章 我希望大家能夠 如果有時間的話 仔細的看 其實我是寫的很清楚的 強調說 以這兩部車不同的條件來說 大家會怎麼樣的來思考 那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重點 那我買一台不重要嘛 因為我剛才開始就講說 我買的車不見得適合大家 那我看車的觀點 也不見得適合您 不見得適合我們的粉絲各位朋友 但是呢 那重點是說 這兩台車的條件 嗨嗨 我又回來了 真糟糕 今天斷兩次線了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是繼續 好 我就講說 其實每個人看車都會有不同的一些 你所偏好的地方 所以呢 我要強調就是說 以那兩部車的條件 如果您是龐德 您要選車的時候呢 你會有怎麼樣的一個邏輯思考 那我剛才前面講了很多嘛 那就是 我們就是要 我就是要買M3嘛 那兩台車來講呢 白色那一台 白色那一台呢 整台車板件 都原版件 我不敢說它是絕對原期 我現在開 今天開第二天了 有地方我還不是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 但是我很確定呢 它所有板件 都是原版件 而且呢 沒有撞擊 也許有刮傷重考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整個板件是很OK的 另外一台銀色的呢 那也是朋友介紹我看的 那 被我發現了 這個當然 這個部分就牽涉到 到底我是搞車的 因為其實 那個 那個車的主人是告訴我說 喔 那個 右後的寶桿那裡 有稍微磨到一下 就這麼輕描淡寫講而已 但是我一看 我都覺得 有沒有 我在講那個中古車的影片有講嘛 對不對 為什麼我都要看 車門縫隙 保險桿跟板件的縫隙 為什麼都要看縫隙 因為你看縫隙 如果說不均等 比如說呢 右邊 跟左邊的縫隙不一樣的時候呢 你就要懷疑 它是不是有問題 那那一部車呢 因為車會 後面寶桿這裡有稍微 有A到 有修一下 然後呢 寶桿調整一下就好了 那我看 左右寶桿的痕跡不太 這個 間隙有不太一樣 我就起疑鬥了 那當然 旁的還是要奸詐一下 對不對 就把車主支開 我說我去試車一下 一試呢 就試到一些安全的 空曠的地方 然後呢 把這個我懷疑的地方 從裡面 把這個內裝 扒開來看裡頭 哇 一看就現行了 一看就現行了 任何的板件 只要處理過 你絕對看得出來 即使是你回到原廠 用高架的方式修理 你裡面 你一定發現 比如說這邊撞過 這邊裡面的 徒步方式 那些板件膠啊 或這個漆的新舊程度 光澤程度 跟另外一頭沒處理過的 一定不一樣 那就被我發現 這的確 後面 它這個地方 我想也不是很嚴重撞擊 但是呢 它可能 燈有被撞破 然後上下板件有凹到 然後板出來 那這個不行啊 那這個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呢 車子你看 車門可以螺絲鬆掉換一片 葉子板可以螺絲鬆掉換一片 引擎蓋可以螺絲鬆掉換一片 但是你看 車門 引擎蓋葉子板拔掉 剩什麼 車頂 後葉子板 車尾板件 這些部分呢 是不能夠拆裝的 所以這些地方呢 如果說 它板過的話 那就更是百分之百 保證 你這個車是不能恢復原狀的 因為呢 我昨天講 連我女兒都記得 爸 我知道 你在節目上講過 哪一張白報紙 對不對 本來是這樣子 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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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 好 拉撐 拉完撐還是有摺痕嘛 所以板件這種東西 你一旦撞擊過 即使你在透過板件拉撐 你不可能是原來平整 絕對不可能 那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樣 不可能表面很平嘛 盡量板到平 那不可能平 痕跡怎麼辦呢 補土 然後磨 對不對 這絕對是沒有原來漂亮 第二個呢 金屬的強度 因為你有摺痕了嘛 強度一定沒有原來的好 精準度也不好 所以呢 我還才強調說 今天我買中古車的時候 里程數高 我不怕 引擎不順 我不怕 變速箱不順 我不怕 底盤有異音 我也不怕 冷氣不冷 我也不怕 就是說以上我講這些東西 當然都是 哇 故障你不怕喔 就是那些故障 我所謂不怕是說 頂多我就是事後 我可以花錢 花精神 去修理 重點是 你是可以修復到原狀 修復到車子原來的樣子 但是 板件是沒辦法的 板件是沒辦法的 對啊 你再怎麼敲 再怎麼弄 我剛才我講該銀色那一台 外表看其實很漂亮喔 只是它第一個 車主自己講 第二個露線了嘛 它這個保險桿居然沒有調整 沒有調整好 左右間隙不一樣 讓我起移動 然後翻開看裡面 國安又板過 那板過之後呢 這台車基本上已經犯了我的大忌 即使我要強調喔 那一台銀色那一台呢 里程數只有六萬 很低喔 八年車你看六萬喔 一年跑幾千而已 那白色那我剛才講 整台車板件非常OK的 跑了十一萬 跑了十一萬喔 幾乎是Double了對不對 而且呢 你說這里程數 準或不準 那大家當然也應該 這句話我 我想算有一點說服力啦 旁邊的我O2嘛 所以我去 兩部車我都會試車 都開 我也坦白說 感覺出來十一萬這一台 跟六萬那一台 十一萬這一台你就感覺到 還是有一點退化 比如說底盤 比較有一點模糊喔 那就怎麼樣 鐵套軟掉了嘛 軟掉就換鐵套啊 然後呢 引擎好像呢 聲音稍微大一點 大一點沒關係啊 機油換好一點啊 對不對 那變速箱 好像換檔 沒有這麼這麼的迅速 油換掉啊 換好一點啊 我們專家嘛對不對 做一個更好的一個處理嘛 都可以處理 但是相對那台 銀色跑六萬那一台 開起來就覺得 相對熟給了許多 但是呢我最後還是買哪一台 我想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了嘛 大家也很清楚了 大家都有看到我 昨天PO的這張文章 我說哇 M5 M3都在我的停車場 人生多麼美好 OK我還唱起一首歌 這個世界真可愛 人人快樂又自在 今天我大偉跟我講 不要再唱了 什麼歌啊 我想跟我同年次的人 應該很多人對這首歌都非常的 怎麼樣 應該都非常的有感覺吧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對不對 小仙女嘛 這個世界真可愛 開心啊 開心 M3買回家 M5半年前買回家 兩台MPOWER放在我家裡 那當然這是有一些個人的堅持啦 因為現在渦輪當道嘛 渦輪當道嘛 渦輪當道 但是呢我卻 鍾情於NA 因為我覺得NA的引擎那種 拉轉的感覺 非常的快樂 你要拉高轉 它那個馬力 因為馬力就是扭力加上轉速衝出來 因為扭力其實你大概一公升就是十公斤米 車輛的差別不大 但是呢 當你能夠拉高轉的時候 那個扭力乘上轉速馬力就出來 那種拉轉的感覺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美好的 然後呢這個BMW設定 我必須強調這一點 因為大家可以也注意到 其實那一篇就是我講 我可能要買那個N3的這個文章裡面的留言 哇也是上百個數百個留言 裡面也很多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見 就是說 幹嘛都買BMW 幹嘛都買Mpower 這個它旁得你開那麼多車 你這個那個BMW車不見得最好的setup 這個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因為其實對於車輛的一個設計 或者說一些甚至基本的 基礎的原理 其實各家車廠還是有一些落差 比如說好了 BMW車大家知道嘛 引擎都放前面 然後呢怎麼樣 傳動放後面 好那後來出二的 那我們先不談 就以基礎來講 都是前置後驅嘛 中間一個傳動軸嘛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差速器 然後直的動力分成橫的 對不對 那引擎在前方 它就盡量往後移 盡量放在這個前輪左右的前軸 前軸上或往後移 然後呢 盡量呢 把後面做中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呢 近期這一些新款的BMW 都有類似的做法 前面的包括工智梁啊 懸吊全都鋁合金 那像我這個192M3的話 左右葉子板塑膠的塑膠的 然後呢 引擎蓋 ALUMI的 做輕 然後呢 後面的部分 當然它行李箱蓋 就不是 不是這個ALUMI 也不是塑膠 就是後面要中嘛 甚至於呢 後軸啊 後軸的懸吊 副梁還是全鋼鐵的 這個後面 故意讓它中 OK 盡量讓所謂的前後 5050分配嘛 但是呢 你說5050分配 是不是真的最好 很多車廠有不同的意見啊 有一車廠認為說 你過彎的時候 都是 煞車 對不對 煞車之後呢 減速 然後過彎嘛 那你煞車的時候呢 其實如果你5050的時候 當你煞車的時候 你50已經變成 不是50啦 煞的越重就越高嘛 可能6070 後面變30 對不對 所以呢 有些車廠會認為說 欸 你應該後面 比如說是60前面40 然後煞的時候 欸 這個時候會比較 趨近於5050 然後也有車廠認為說 不是 是你在出彎的時候 出彎的時候呢 後面會偏重 所以應該怎麼樣 車頭60 車尾40 各家車廠看法都不一樣 那有有勝者 像這是臉書裡面 也有一些朋友 很積極的跟我推薦 還不止一位 推薦說 我應該要買這個 這個保時捷 911 911引擎放後面 驅動也放後面 行李箱在前面 行李箱 前面打開是行李箱 911是這樣子 它整個車尾是重的 那它的概念是 我加速的時候怎麼樣 尾巴壓得重 所以沒有動力損失 像BMW車子呢 或前置的車子 它透過傳動軸 傳到後面 再變成縱向的動力 其實比如說 在這個地方 引擎輸出呢 比如說 我隨便舉例 比如說100匹好了 真正透過傳動軸 再插速器 再過來到輪上呢 可能剩75匹而已 甚至更少 會損失嘛 那今天如果說 像Porsche的車子 它引擎放後面 直接 變速箱一出來 就直接驅動 而不是像這種前置的 縱向的一根長長的 然後再轉向 橫向 動力損失多 所以 這個就是 不同車場的一個概念 那你在講重量 那保時捷引擎放後面 你今天 煞車的時候 一煞 似乎 就 某種程度 我不敢講我評論一定對 某種程度就是 反正車路本來輕嘛 你煞車的時候 壓下去 剛好就加重了前輪的抓地力 然後呢 在過彎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真正的賽車手 它在轉彎的時候 方向盤常轉的角度都很小 為什麼 因為在彎的時候呢 其實車子呢 不是完全靠 轉向在導向你的轉向 而是呢 尾巴在帶出來做轉向 那你今天在擺的時候 尾巴中 相對就搖擺嘛 這是個鐘擺原理嘛 但是呢 擺過頭 就這樣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各家的車廠 都有它一個不同的理論 那 我也非常感謝 朋友們在 我講這個 這個事情的時候 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大家講的 不能說 誰對或誰錯 我也不能說 我選 M5 M3 就我一定 最棒 我最厲害 我講的最準 沒有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是我個人的偏好 因為我開慣了這一種 前驅 前置 後驅 然後 B&W這種 setup 包括另外一部 370Z也是前置 後驅 我習慣這種 setup 那我去挑戰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是比較上手的 包括它的這個巡機系統介入的一個程度 跟介入的方式 包括它引擎輸出的一個 這個線性的方式 甚至講比較 crazy一點 包括它引擎的聲音 我都比較習慣 所以呢 我才會 跟大家 就分享我個人覺得喜悅 不見得大家是跟我認同同意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喜好 就是至少對我來講 買一台N5 買一台N3 能夠讓我擁有 今年47歲 我覺得 真的就 非常非常的開心 非常非常的開心 但是 呃 我必須強調 這個 大家不用 不用覺得好像 呃 這不是客觀 這是主觀的 這是主觀的 其實很多其他的廠牌 或日系車 他們都很好表現 甚至包括 這個美國車的野馬 它也是有它一個很 很特殊的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文章裡面講的就是 你看車的一個角度是什麼 角度是什麼 那除了我剛才前面講的 與其說這些機械部分的一些車況 我會認為板件是最重要的 當然也有人講啊 這兩台龐德 一台里程數高 一台 尾巴這個 這個 板件有瑕疵 我都不買 沒錯 您說的也非常的對 那今天 買車種有各種不同的面向嘛 所以也有人說這個龐德 哇 好羨慕你喔 好像你很有這個 經濟實力很好啊 怎麼樣的 什麼人生生理組 那沒有沒有沒有 那真的是 我絕對是不敢當的 好 再回來了 那麼 因為中斷了很多次啦 那麼我也就中間就不休息了 直接跟各位繼續分享 那 我剛才前面講就是說 我要強調說 每個人買車有自己一個不同的喜好 那只是我希望呢 當我自己 因為像人生中喔 至少對我來說啦 一次要花這個百萬以上的消費 但次數都不會太多嘛 那我既然決定買這個車 至少以我的一個選擇的過程 我會怎麼取捨 然後呢 大家來參考 好 像我剛才講的 我會覺得 引擎變速箱啊 底盤 那些一些耗材 我根本一點都不擔心 換就好 好 那板件一撞 那不得了 那絕對放我大忌 我絕對是不接受的 那當然有些人不見得這麼想 這是我的看法 大家參考參考就好 那你說 好啊 那為什麼不買一個整台板件很漂亮的 然後里程數又很低的 對啊 那一台 可能要賣180萬啊 170萬啊 那 也許龐德就會覺得說 超過我的預算 或者是說呢 我必須說啦 我講 我黑手底嘛 對不對 我們就喜歡自己 這個 默默弄弄的 默默弄弄的 那今天如果說 我買一個像我那370Z啊 那是買新車的 他車非常好 新車嘛 但說實在的 我就覺得 他offer我的東西就 少一位 少哪一位呢 他都好好的 沒什麼好弄的 沒什麼好弄的 那當然都是我太太開 那還給太太開的話 那當然這樣最好嘛 但今天如果說這部車 買來 我是會 做一個整體大保養 然後呢 這個 舊換新 更新 翻修 一來呢 這個符合我 這一種 愛摸車的這一種 壞習慣 那二來呢 反正我既然我要做這個消費 我何不把它拍成一個 翻新中古車 讓大家又可以來做做參考嘛 像這個M3當然有一些地方 他V8 然後420匹這種高轉引擎 當然不是一般的引擎 是這樣 但其實基本保養是一樣的 會漏油 會什麼 一般引擎都是一樣 我可能都會做這些動作 那他的變速箱呢 我剛才講的MDCT Double Clutch Transmission 這種變速箱 它的保養方式 也許有少部分 跟其他車不一樣 但大部分是一樣的 那你說板件 內裝冷氣 都是一樣的齁 所以這個車子 我今天買來 坦白說呢 早上換了機油之後呢 已經去這個 稍微試了一下 大致上呢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呢 這個油水 要給它做一次的更換 那現在我手上的車子 這麼多台 當然繳稅負擔是很重的 所以嘛 所以呢 我才會等這種車 等到了七年八年 十年 我才選擇入手 你看這個M3 這個車子 新車一部 近五百萬 這個車近五百萬 說實在的 小弟不才啊 我是買不起的 M5 我們秉除它那個什麼 i8啊 或什麼 少量的那種 超級跑車不講 等於是BMW 車系裡面 最貴的車了嘛 它7系列也沒有賣到七百萬 這新車 近七百萬 這麼貴 我怎麼買不起 我買不起嘛 所以是等到現在 都是落到 每一台車都落到兩百萬以下 那我才能去入手 那今天如果說 照我剛才講的 只要這些車子 它本身板件非常的好 板件非常的好 然後裡面內部的主件 只要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經過一些耗材的更換 我不認為它跟新車 新鮮度當然差遠了啦 那對一些經濟實力好的人 它就是買最新的嘛 那新鮮度當然差遠了 但是它能夠提供給你的性能安全舒適 或者是滿足感 我想跟新車沒有什麼太大的兩樣 所以這是我對於買這種中古車的一個看法 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當然我也很驚訝說 這兩篇文章呢 也造成大家這麼大的一個回想 那麼大家如果說 也希望知道我日後怎樣去翻新這個M3的話呢 就希望給大家呢 在我的粉絲團齁 持續的 持續的來關注 那再來我們看到 這周幾個新聞 這周幾個新聞 第一個寶可夢 我想就不要再談了啦 那個我實在是 我个人实在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现象 希望这一窝蜂能够赶快过去 那么我们的高速公路上 已经确定要有一些加强的取缔 也有一位朋友他转载了这一个报导 然后贴代文章 他说庞德骂了多年 讲了多年 那么终于又有起步了 那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就是部分的国道交流道车流量大 许多驾驶为了离开或进入交流道 不惜违规行驶 警政署国道公路局即日起 再新增交流道区重点违规录影地点 我真的希望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庞德的粉丝们 对这个事情都要表示欢迎 都要表示欢迎 因为你觉得 那下次我不是在这边 我都可能会被拍照 那就不要违规嘛 那不要违规的话呢 当然就是对法治精神 对于自己对他的安全 都是有帮助的啦 那么这次新增的四处 违规录影地点是国道1号北上 33.2 33.3 33.4 33.5 哇很密集哦 都在哪里 五谷交流道处 哇我这两天都有去那里哦 因为我这次买这台N3的车行呢 它就在五谷交流道下去 好害怕哦 这两天应该没有吧 我横手规矩的 应该没有被拍到 那么主要取缔的是 跨越双白线行驶 插队行驶 跨越潮化线行驶 那么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33条 会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罚 这个罚环啦 然后呢 这个报导说是说 它会有一个三角形 里面一个camera 一个相机的这个三角形的指示 这个警告标示 你看到这个你要知道 哦 前面有露营哦 那前面有露营呢 就是要告诉你说 呃你不要违规了 那不要违规 重点是怎么样 就不会造成这个你我他大家的一个危险嘛 好 那除了这四个 主要看起来应该是五谷 在原有的交流道区 重点录影地点 还包括有 国道一号南向173.7K的大雅交流道 台中 363的顶津系统交流道 在高雄了 国道一号北上 363.3 363.39的顶津系统 都是在顶津 然后呢 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和 好 所以简单的讲 好 开始报道看起来 呃 在北部 就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 那是一个热区没有错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 国道一号的五谷 好 那南部的话呢 就是国道一号的顶津 那我是呼吁啊 也希望了 能够扩大 扩大这一种热点 热点的这一种违规的取缔的这个动作啦 好 这个不是说要跟大家过不去 而是呢 要让大家怎么样 安全平安回家嘛 养成这个这个习惯 我太太昨天才从澳门回来啊 他说他在澳门啊 坐那个计程车啊 那计程车说啊 你们台湾台湾很好台湾很好 好 那个车牌可以用一辈子 好 说达做计程车啦 然后呢 这个谁遭谁停很方便 好 澳门啊 哇 很不方便 好 这个停 计程车都要停固定的地方什么什么的 其实台湾很多东西是 太自由了 好 自由的 这个 有点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其实最后倒霉都是自己啦 好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新闻也蛮有意思的 新北市新闻局与网路温度计合作 合作什么呢 叫做哈 什么 我也是违规驾驶 这样的一个活动 民众可以透过呢 活动网页上传照片 或者使用脸书大头照 撤出自己可能成为哪一种危险驾驶 其中呢 最被讨厌的开车行为 这个前五名依序分别为 1.路口不让行人 2.抢快闯红灯 3.逆向行驶 4.无预警急杀或倒车 以及超速等 那您认为您符合了几项 第六项是 不看来车 开车门 7.不打方向灯 8.随意更换车道 9.二向 2.逆逼车 10.不开大灯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在这个马路上 这十种的所谓最票选 最被讨厌的这个开车行为的前十名 我想大家每天屡见不鲜吧 你说路口不让行人 到处都是嘛 抢快闯红灯 到处都是嘛 这个最可恶 越是闪黄灯 越是加速 越是红灯了 越是跟前面那台车连着跟进 抢着过去 然后怎么样 对象 对象 对象的车道呢 看你这边 黄灯哦 他又怎么样 先加速 就这样 但是啊活该啊 谁让你要这样 谁让你要那么坏习惯 没错啦 但是呢 如果说这些路口 你一闯黄灯 啪就是一张 抢黄灯 啪就是一张 你看黄灯 你看你要不要加速嘛 你就不会加速 不加速就不会有怎么样 这样的风险嘛 这就是我那么多年来啦 从广播 到现在网路开讲 都讲同样一件事情嘛 要取缔呀 但是呢 台湾就是 好像只要一讲取缔 要约束人民的行为 大家就会 五四三的话很多 政府抢钱 然后甚至呢 什么违宪都跑出来 然后每次我讲这个时候呢 偶尔就会有一些 这个听众呢 说庞德 完全没有法治观念 没有完全的 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 在那边大放厥诀 这样批评我 是嘛 我没有啊 我不是法律系的 我没有法学素养 So what So what 你有你去做嘛 你有你去做法务部长 你去司法 你去建议嘛 我们是个民众 我们说 说出我们希望 我们社会会更好 宪法都搬出来 什么东西 哼 响了我火又上来了 再来逆向行驶 逆向行驶 再来这个逆向行驶 其实这个除了这个 开吃习惯不好之外 当然有一些 之前有一位外国朋友 来台湾 好像是一个学者 那么在仁爱路就是因为我们 仁爱路单向嘛 但是呢公车是可以专用到逆向 就疑似啦 我们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啦 疑似呢 就因为呢 他认为是单向都这边来嘛 所以过马路他都看这边 没有想到哎呦 一走到公车专用到 我那一向车过来被撞 被撞到了 所以在讨论说呢 哎呀是不是这一个设计害人 那其实 我的看法啦 我认为 有时候新闻就是这样啦 台湾的媒体有时候很可恶 就是好像要弄得 很耸动这样子 哇 人家外国人 阿兜家 学者 来台湾被撞死 好像就 哇 就是怎么样 就不得了了 这个 这一种逻辑是偏颇的啦 好像我们今天害的他 没有害的他嘛 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公车专用到 一定有我们的 一定有我们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嘛 顶多只能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多一些警语 说这里有逆向 而不是说什么 逆向杀人什么的 这个都很没有意思啦 好再来就是 无预警 急杀 或者是倒车 这个是三宝的其中一种 这很糟糕 第五个超速 超速 这个超速呢 其实说实在的 我之前看 之前装了 有车上有装这一个雷达侦测器之后 其实我坦白说 这个也许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因为现在的 现在这个超速器 已经测速器 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先进了 它就基本上 你只要粘在挡风玻璃上呢 它就可以用那一个图子来match 你现在开到的地方 是不是有 第一个固定照相机 它会警告 第二个 这个地方是不是常常有流动 照相机 它们可能会跟警证单位要经验值 或什么什么的 会警告 然后呢 学校 它也会警告 交流到 也会警告 然后呢 这个什么 比如说 这个高速公路上 有天桥 天桥上面可能会 会取缔那个所谓的 车距 跟前车距离太近 也会警告 警告了很多 那其实 它在这个 很多地方警告的时候 其实就一直在提醒你 你可能超速 你可能会被取缔 所以我觉得 我装了那个之后 我认为我的average 因为那个都可以计算 你的所谓的 平均车数嘛 平均车数 真的是降低的 真的是降低的 所以 这个我没有任何广告的意思 也没有鼓励大家开快车 但都不是 但都不是 只是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装了一个车数雷达之后 你就更肆无忌惮 但其实不见得 因为台湾其实 这一个所谓抓超速的 这一个 可能地点的密度 可能啊 那不是都有 照相机有些还没开电吗 就可能的密度其实很高 那你装了这个东西之后 其实是不断告诉你 你一直在进入可能被取缔的方块里面 反而会一直提醒自己 所以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装一个这个东西 好再来 因为这个不打发行灯 这个9月1号开始 在高速公路上是会罚钱的 但是呢 他会怎么个罚法 也是录影吗 还是天桥上警察远警拍照吗 还是说这个民众可以用这个行车记录器检举 我想民众用行车记录器检举 这就一定会成立的 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 我所看到的啦 包括恶意B车 这个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常常看到 前面车开得好好的 后面就粘得紧紧的 粘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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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得紧紧的 粘得紧紧的 不让它甚至在闪你大灯 就制造你的紧张 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 就是说 今天呢 如果一般我们开车 遇到这种你会 心里会造成压力嘛 那今天如果说前面 尤其是有时候比较慢的车 有时候不乏就是一些 可能是 这个 驾驶经验比较不够的人啊 或者是 开车比较慢的女性朋友啊 甚至是老年人 你这样子给它逼近 逼近 你看对它形成多大的压力 甚至有些是那种大货车 连着警点跟它 啪这样子 当好玩 像这一种喔 要是我是 我是没有那个权力啦 要是我有权力 交通部长 直接吊扣驾照 这种行为实在太可恶了 然后恶意的 黏着黏着 那种恶意逼车喔 真是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恶 那像我个人啦 我只要我遇到这种情形的话 逼我车的话 那当然这就容我稍微 小小臭屁一下嘛 那大家都知道我开的车马力都很大嘛 你连我其实我一加速 啪 除非后面连我的马力也很大啦 但是大部分不是嘛 但是我 基本上我不太会 但我不会跟他们故意挑衅 但是呢我会怎么样 我会踩一点点的刹车 没有真的减速喔 因为跟我连得很近的时候 我会减速 后面这个笨蛋啊 搞不好撞上来 何必呢 不要至少麻烦 但是呢我会踩一点点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刹车踏板是这样子嘛 踩 踩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在这个关节的地方 会有一个感应器 感应器 当你踩的时候 踩一点点的时候 感应到不管是接触式的 或者是那种感应式的 就是有touch的 或者是那种叫霍儿感应 是那种没有接触 但是会感应 感应 一感应到的时候 后面刹车灯就显亮了 但是呢其实你的油压缸还没有顶到 也就是说刹车系统 一定是你轻轻踩一点点的时候 已经启动刹车灯 但是呢 其实车子还没有刹车的力量 我女士不爽 黏我齁 黏很近嘛 它黏你就是 第一个心里有问题嘛 第二个怎么样 希望它黏你你会让它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就轻点 只要我刹车这一辆 嗯 一辆 嗯 它一定会有点 有点惊吓到 惊吓到 然后就会退开 因为你要刹车嘛 那这是我个人做法 我也不建议大家一定要这样做 那最好的做法 还是遇到这种恶棍 还是就让它吧 我老爸 今年八十几岁 常常跟我讲说 有一些恶人呢 我们是善良老百姓 我们不要跟他硬碰硬 总会有人修理他 像今天 他会黏你车尾的人 我相信他每天都在黏人家车尾 那今天黏到庞德 我也很俗辣嘛 俗辣蒙走嘛 我了不起也就是 弄个刹车灯下你一下而已 那今天呢 如果他遇到一个恶棍 遇到一个 你恶棍他也恶棍啦 火大 对不对 下来怎么样 跟你打架什么 他总是有一天会 有一天会得到叫 其实我老爸 常常这么告诉我的啦 常常这么告诉我的 那除了这十个之外呢 我想还有其他更多 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恶的 比如说呢 这个 在高速公路上 已经晚上了 全车不开灯 全车 没有开灯 然后沿途开啊 这个地方我倒是有点抱怨 有一次呢 我就 呃 刚好就跟到一台 他开的也不慢啊 全车没有开灯 我就一直跟着他 我不是刻意跟着 刚好跟他速度差不多 一直 两台车 一起走 哇 大概 也走了 我看约莫也有 也有四五十分钟哦 全车没开灯 晚上耶 也不见任何的取缔 或 或拦什么的 这个真的是我认为啦 那现在我们的交通部长 当然 有些政策大家支持 政策不支持 搞东搞西的 这个部分 真的应该要多多 这个要求一下 尤其说 现在都有这一个 因为ETC嘛 都很容易能够监控车子 只要看到 有这种非常明显异常的 应该能够要有效的 通知国道远景 去做拦检 真的非常非常危险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 不是刻意 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有些我看 诶 暗暗的 但里面 魅打灯有亮啊 对啊 这个部分有一些是牵涉到设计 就是我们船长的车 你 仪表灯如果 没亮的话 就是外面没开灯嘛 有亮就是有开灯 很多人的根深蒂固的概念 但是有些车子可能是 它里面魅打灯 白天也是亮 它用背光板啊 那怎么办 晚上他觉得有 他不知道没开灯啊 那不知道没开灯怎么办 一定要别人跟他讲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还有 从头到尾 远光灯一直照的 尾巴雾灯一直开的 像这种呢 都应该要列为取締 因为晚上呢 那个后面的雾灯是直射的 它跟踩后刹车灯的意思是一样 你在它后面啊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你那种沿途开远灯的 沿途开远灯的 那个对别人也是造成太大太大的影响 像这一部分呢 我会觉得尤其在高速公路上 应该都要能够有更严格的一个 这个取缔啦 才会让我们的这个交通越来越顺畅 那么呢 这个本周这个雪碎呢 好像有一些这个封闭的状态啦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中秋假期也快到了 那大家最近呢 在一些电视节目上 可能会看到庞德 这个又会替交通部呢 在电视上跟大家来 也不是分享啦 宣导这个中秋节的一个国道输运措施 但我也必须诚实讲 有多少人会认真看我讲的内容 我想我都没有把握啦 那尤其是我刚刚又看到这个电视新闻讲 似乎呢 这个中秋节的输运措施 我们的部长啊 交通部长好像又有新的想法 他只要一变 那我又要重新收音了啦 但是我觉得 这种东西都不能够真的很影响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去看手机的那一个路况 已经太好用了 包括手机的 包括车上的导航机 像我们讲那个 纳志杰啊 纳志杰那一个S3 它里面那一个导航 甚至可以透过全省的 那个监视器 看到即时的一个路况 那透过这些呢 其实路况掌握并不难 反而就是大家呢 真的不要成为讨厌的开车行为 的这种人 被取缔是小 重点是呢 不要威胁到他人 跟自己的安全 好不好 那今天呢 这个开讲就讲到这边 我非常感谢呢 各位我们的粉丝团的粉丝朋友 在我的脸书非常热烈的 对我的PO文按赞 尤其是这一篇 庞德的 这一个 我绝对不是什么 是什么 人生胜利组 不是 只是完成我自己的一个小梦想 那非常感谢大家 这个那么热烈的按赞 那也希望呢 随时这个 持续锁定我的脸书上的PO文 那么下礼拜二晚上 我们 庞德开讲见 拜拜 晚安 谢谢各位